哦,这个是猪头耶,1450日元 大家好,我是凯克,今天来带大家逛一下巴西的无产店 跟我一起看一下 哇,今天就有特别香香的烤鸡的味道 这是指甲油吗? 这是哪里? 这是指甲油 这个是叶子汁吧 巴西无产店 这些都是,这个是什么鬼? 这个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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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巴西的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看这些冷冻柜里面 直接看书吧,这个名字我也叫不上来 这个应该是鸡 这个是720日元 哦,还有鸡爪耶 看鸡爪 这是啥?竹笋? 不是竹笋,这是啥? 不知道,很像葱 但应该不是葱 鸭子下面有 鸭子是多少钱一只? 鸭子是60块钱一只 这种小辣椒 这种小辣椒 这种鸡 可以 这种鸡 可以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有 哇哇哇哇哇 这是个猪头吗 再看一下猪 哇哇 这个是猪头 1450日元 1500日元 这种小辣椒 这个胡萝卜 这应该是常见的 看一下鸡肉 鸡肉 菠萝芒 菠萝芒果啥的 这种水果没有见过耶 但是水果 蛋白是这个耶 黑色的籽一样的东西 可以 可乐 白吃可乐 这个 这很常见耶 还有这个是那个啥 比鲁克有的 这边还有一堆不知道什么样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豆子 哦 你看你看 这个是 最常要 最常吃的 面包 嗯 鸡肉 你呢 这个鸡肉 嗯 嗯 嗯 这边都是毕鲁的特产 看毕鲁的玉米是 玉米粒是这种的 好大个儿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 然后这个就是大颗的玉米粒 感觉毕鲁什么都很大的样子 这个也是耶 PELU 今天来这边主要是来买他的面包 看55块钱的一个面包 就是下面这个 不是无人 就是三块钱 三块钱 三块钱 左右吧 就这个面包 这里面的面包 就好吃 这边还有肉 肉类的 嗯 这边是 看这边还有猪蹄 猪蹄 猪耳朵 猪耳朵 刚刚里边有猪头 我都看见猪头了 頭不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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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牛肉 牛肚 哇牛肚 好爱牛肚呀 这个牛肚 六六三十六 三十六 人民币三十六块钱 就这么一片 哦 这边是大香肠 哦 太带劲了吧 这个香肠 呵 这么大一盘 六十块钱左右 带劲 发现了什么 这边又卖的鸡 整只烧鸡 这也是 这个是 这也是秘鲁的 998 60块钱 一直是烧鸡 这在秘鲁卖500日元 然后现在卖1250日元 翻了两倍多 这是秘鲁特有的圣诞上代节 Christmas 圣诞节吃的这种糕点 小蛋糕形状 就是这个形状 里面是这种 甜甜的 还挺好吃的 哦 这个在这边卖1390日元 就是150左右吧 简单给大家逛了一下巴西的物产店 如果喜欢我们的钱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拜拜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